女生比較重視顏色 對 你要讓老婆開心 老婆絕對是選擇色 老婆怎麼選焦糖色 焦糖色比較吃起來 比較感覺 口感 那是你喜歡吃 會讓你覺得更加的興奮 所以在性慾方面也會有所提升 如果用 的房間呢 平均呢 每週大概會進行三次的性行為 今天還這麼精準啊 今天回來要把整件都清 民法規定的五種遺囑形式中 爭議最低的是自書遺囑 還是公正遺囑 請搶答 為什麼 喂 最低的是自書遺囑 公正 都說公正了 不是就比較沒爭議嗎 你自己寫的比較容易有爭議吧 照理說啦 比較容易掛藝漏腕什麼的 但公正的話 這是被公正的事 遺囑要公正 對 那公正的意思是 旁邊是只有律師嗎 還是會有第三方 所以人家建議這個遺囑 最好有律師公正 對 那這個東西它比較有效益 不會說誰寫的 是他的筆跡嗎 對 你看到他寫的 你知道意思嗎 就像租屋也要去公正的 這個意思 我覺得很像 我感覺起來啦 那他故意走反 搬選自書遺囑 來 規定對喔 建議揭曉 好 民法規定五種的 這個遺囑的格式 包含了自書遺囑 公正遺囑 代品遺囑 還有密封遺囑 以及口述遺囑 那在這個部分的公正遺囑 它其實是最有公信力 而且具有這個證明力的遺囑 但是它的這個程序 相對來講 要來處理的時候 也是比較繁瑣 所以自書遺囑 通常是大家覺得最簡單 也最常見的一種形式 最後一題了 各位親愛的朋友 緊張 請出題 研究顯示 有助於夫妻情感 深溫的房間 可以選擇 焦糖色還是紫色 請搶答 YES 總算常達到一次 我就覺得 楊偉偉好好想 有助夫妻情感的 是焦糖色 Golden Brown的那種感覺 焦糖色還是紫色 這個答案太簡單了 答案是紫色 因為你知道 夫妻情感其實 女生比較重視顏色 對 你要讓老婆開心 老婆絕對是紫色 老婆怎麼選焦糖色 焦糖色比較吃起來 比較感覺 口感不好 那是你喜歡吃 看起來也比較舒服啊 好 來 覺得她答對 舉手 對 她是紫色 對 她說紫色 覺得是紫色的 哎唷 三對三 漂亮 三對三 然後林道遠認為是紫色 親家不認為 我覺得是焦糖色耶 哎唷 夫妻不同調 很好啊 我喜歡這種衝突感 有沒有 她根本穿紫色 哎 那個是紫房間耶 噢 謝謝你介紹 哈哈哈哈 為什麼 好 就是根據 這大數據的研究顯示 如果你的臥室呢 是用成紫色的 因為紫色具有預束性 所以呢 比較容易會造成 我們大腦的刺激 然後呢 因此啊 在紫色的房間裡頭 通常睡眠品質也會比較差 一個晚上的 睡眠的平均時間呢 不到六個小時 但如果能塗成是焦糖色的話呢 會比較容易 讓我們的大腦聯想到 比如說糖果啊 巧克力啊 這一些呢 好吃的東西 然後呢 會讓你覺得更加的興奮 所以呢 在性慾方面也會有所提升 如果用焦糖色的房間呢 平均呢 每週大概會進行 三次的性行為 今天還這麼精準啊 今天回家 我把整間都清成焦糖色 馬上回去換顏色 連廁所的顏色都換嘛 換個顏色就可以進行 細行為三都要換 因為我汽車都塗成焦糖色 全新賽事 帶你一起長知識 用你的智慧 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全新目標 快點來訂閱